好 雅虎TV的观众大家好 当你在这时候看到我的时候 你就知道周末到了 星期天 星期天的早上的时间 那我们会 让在周末的时候呢 我们仍然可以轻松的 就一些的议题 能够表达个人的一些的想法 跟大家分享 当然现在的国际局势呢 非常的乱 2016年 当这两只黑天鹅出来 一只呢是英国脱欧 另外一只呢是美国 美国的总统 竟然是川普 好 那川普的当选 英国的脱欧 在当时被称为两只黑天鹅 不可预期的变数 这两只黑天鹅出现了之后 它果然兴风作浪 预告着呢 这个世界的厄运 英国脱欧现在呢 有一点点卡住 但是它终究在往一个 一个硬脱欧的方向走 那川普 川普呢在采取一个 非常极右派的 这种接近法西斯式的操作 而且这个法西斯 你要认识到今天的美国政治 因为 接下去 如果你不是白人 你在美国 你都会比过去的任何一个时间空间 都会感觉到更清楚的那种的玻璃 玻璃天花板或者玻璃围墙 会让你觉得寸步难行 会让你觉得呢 自己呢 被限制 那种的撞墙的情况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不要把目前呢 美国的这些社会的骚动 单纯的用所谓的黑白种族冲突 这个概念去涵盖 美国不是只有黑白 美国的少数人种 他是有一个食物链 白人 因为占了70% 其实黑人 说了你或许会觉得说 太夸张了 你又没有在美国 美国生活过 不过这个是有一些的 有一些分析跟调查 也有些的访谈 就是 在这个社会结构 以及呢 美国的 这个国家的发展历史来讲 黑人 他对于 他好像生儿就为了白人而存在 而服务 好像呢 一只牛 一只羊 一只猪 天生呢 就是呢 要为白人做牛做马 这件事情 黑人好像已经被设定了 被诅咒了 因此 非洲裔的黑人 在面对到白人的时候 他的反抗力会非常的违弱 你固然看到 现在呢 好像呢 因为呢 这个叫做弗洛伊德的 那被这个白人的白人检查 接近虐杀 他可以 你可以把它化约成一个个人的执法过当的问题 这个我也能接受 可是 他终究不会因为一个个人的执法过当 而导致的这样子一个非洲裔的黑人的死亡 就引发这么大的轩然大波 你就知道 那个背后的那个所所累积的那个那个炸药的能量 是非常的惊人的 就是这个弗洛伊德的死亡 只不过就把那一堆的炸药就一次呢 就点着了 就炸开了 好 那黑人呢 非洲裔的美国人 在这个社会里面 他其实 从一个正规的社会资源的分配角度来讲 他要翻身 那还久了 不知道还要经过多久的时间 那这样子的一个弗洛伊德的死亡 尤其弗洛伊德这个人 如果你了解他的背景 他有抢劫吧 这个犯罪方面的前科 但是基本上经济条件就不好 那做完劳出来了 到明天就苏达州呢 想要换个地方呢 从另起炉灶 展开新人生 结果他失业 因为疫情的关系失业 事后在验尸的时候呢 验尸报告显示出来 他有感染了COVID-19 所以他几乎完全具备 现在黑人弱势的所有的条件 是感染者 然后呢 基本上面呢 又失业 经济条件呢 又很又很差 然后呢 又在这样的黑白的黑白的这种的 对比的警民的冲突当中 成为呢 因为因为就是说呢 不当执法而受害的一个人 所以他的形象非常的凸显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凸显的形象 他很快的就转移到了川普的身上 就如同星期五的时间呢 我们在《风向龙凤沛》里面提的 可是 这里面会留下来两个问题 难道美国社会里面的 所谓的种族冲突 歧视 反歧视的问题 就是黑白吗 不是 这就是白跟非白吗 就除了白人跟非白人 就是白人以外的黑人 跟少少数族裔的问题吗 不是的 其实 他比较值得担心的是 是说 当黑人在社会当中 他那种被压抑的 被压制的 被歧视的 那种的愤怒感 就像 黑人的代表 马丁路德金恩 马丁路德今天讲的 就是说呢 这种合理非的抗争的模式 在心理学上 听起来很高尚 可是 老实讲 暴力解决不了问题 合理非 也解决不了问题 在心理学上 就告诉你 在所有的这种的群众运动 那当中 暴力跟合理非的非暴力 它就是一个辩证关系 虽然 在逻辑上面来讲 合理非比较好 他不需要付出 太多的生命代价 他也有比较大的可能 去达到一种新的共识 新的就是说 可运作的平台 可是 一种的合理非 被压抑久了之后 他的那种潜在的 被压抑的能量 跟自己也想要发泄的 另外一种的 一种的 就是反暴力所形成的暴力 他也要寻找出口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一个合理非的过程当中 是一种 被暴力压抑的反暴力 那那种的反暴力本身 也一定会用暴力形式去表现 反暴力所形成的暴力 他也会寻找出口 而这个出口 他可能不敢 或者也不太能够 对着白人去发作的时候 他集体发作的对象会是谁 所以在美国的社会里面 过去的事件 你会发现 很清楚的就是 每次当这种的街头冲突发生的时候 经常受害的 终端的食物链 这种的街头冲突 歧视的 这种的政治的食物链的最下游 那个呢 最牺牲的 他既不是白人 也不是黑人 他往往是亚裔 是华裔 是寒裔 这些因为一方面亚裔在体型上面来讲 可以辨识 而又相对弱小 所以他很容易呢 变成当黑人 受到了白人的攻击 他呢 没有办法发作 或者呢 那种反暴力的那样子 一个内在的那个愤怒 要寻找出口 他找不到对象的时候 比较适合的 天然的选择 那种呢 是一种的动物的本能 你在野生动物 你就会看看得到 那种的 被一个 被一个族群当中 最强大的个体 镇压的那个呢 那个次强大 或者比较小的个体 他会 他会因此就是 就是乖乖乖的 然后很温顺的 待在那个族群里面吗 不 他也有暴力要发泄啊 他的暴力 就会往那个族群当中 更弱小的 那个个体呢 去发泄 那华裔 华人 亚裔 经常就是受害者 所以当你作为 美国这样子的 一个 一个社群结构当中 的亚裔 或者是华裔的时候 你要有警觉 当黑白冲突的时候 你就要非常有警觉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那个是黑白的事情 跟我无关 不是的 好 那这种的问题 他终究呢 会回到一个 好像没有人敢讨论的 今天 我把 我把所有的 这一段的视频的重点 我摆在这里 这个重点是 我认为到现在为止 地球上面 没有人 认真的去讨论过 所谓的一个国际的 全球性的转型正义的问题 所谓的一个国际的 全球性的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在台湾 谈得很腐烂啊 民进党在斗国民党 就是用转型正义 就是说你国民党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你的地位 你的财富等等 都是因为过去的威权体制 都是在那种不民主的环境下 下面 用制度性的暴力 巧取豪夺的 因此呢 虽然在法律上面来讲 都完成了法治化 资产呢 也都已经合理化 都完成了转移 但很抱歉 该不承认 就是对于那段呢 我所认定的 那段的历史当中 所发生的一切 你不要跟我讲法治 不要跟我讲了什么 什么的 现代 现代人经过了几代了 几代了之之后 那不得对抗善意地 第三人 没有这回这回事情 所谓的转型正义 只要我锁定的那一段的时间 所发生的一切 在我认为的加害者 所得到的利益 改不承认 这是转型正义的概念 那 为什么 德国也会谈它的转型正义 台湾也会谈它的转型正义 韩国也会谈它的转型正义 大家都会把转型正义 当作是一个对内的 一个政治斗争的 OK 一个论述 可是在国际社会当中 就没有这个论述 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简单讲 今天地球上面 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是俄罗斯 领土面积第二大的国家是加拿大 第三大的是中国 第四大的是美国 第五大的是澳洲 那 在那个大航海大殖民 以及帝国主义形成的过程当中 对第三世界的国家呢 所形成的巨大的杀戮 压迫 掠夺 以及呢 之后呢 把这些所有的杀戮 所有的掠夺 所有的这种侵略 然后都合理化的 把它合法化的 这些的所谓的 所谓的过去的殖民主义时代 的这些的强权国家 今天 你有没有注意到 像是英国 大英帝国称为日不落国 那个所谓的日不落 今天仿佛呢 曾经有有过一片非常光辉灿烂的岁月 是英国的昂格鲁撒克军人 在这个地球上面建立的 他们呢 只是没有能力再回到那个光辉灿烂的时代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用转型正义的角度去质疑 你英国在当时所得到的一切的利益 是不合法的 基本上面都应该呢 受到历史的审判 都应该呢 没收 都应该重新分配 英国 美国有三亿五千万人口了 如果呢 所谓的 所谓的五眼联盟的 五个昂格鲁撒克军民族 所建立的国家 我刚刚讲了 加拿大是第二大国 美国是第四大国 美国跟中国的领土呢 差不多大 海外的领土呢 还可以更多一点 加拿大 美国 澳洲 你看看这三个国家的 所占有的地球上面的 陆地面积的占比 地球上面的可居住人的陆地 占整个地球面积的30% 海洋占70% 30%里面 你光看这几个国家 他们就占有了多大比例的陆地面积 再加上英国 再加上纽西兰 这五个国家 除了美国三亿五千万的人口以外 英国 英国大概就四千多万的人口吧 加拿大 这么大个地方 三千多万的人口 澳洲 这么大个地方 三千多万的人口 纽西兰更不要讲 才有几百万而已 地球上面现在七十几亿的人口 但是这五个 昂格鲁撒克军 除了英国 你说英国是昂格鲁撒克军的母国 我们去掉吧 我们就把美国 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 这几个呢 都是呢 殖民时代 所占领的这些的土地 这些的土地面积上面的总人口 加起来 美国三亿五千万 其他的加 加起来 才不过六亿多 七亿 才不过六千多万 七千万 换句话说 总共才不过四亿多 我刚讲地球上面 现在七十几亿的人口 四亿多的人口 住在这么广大的空间里面 我们要承认这个 在殖民时代的继承的事实 我们没有要用转型正义 好的讨论一下吗 当然你说 今天的国际法如何如何 今天的主权国家如何 这些我都知道 我是念政治学的 我是念政治史的 只是今天 当地球上面的资源的分配跟消耗 如此不平均的时候 当强权国家 竟然可以在澳洲推动白澳政策 而今天美国试图推动 所谓的白美政策 听得懂我说的吗 澳洲的白澳政策 就是我因为在澳洲的白人 才三千多万 我不可能无限制的开放移民 来稀释白人的力量 所以澳洲的移民 开放得特别的谨慎 特别的抠门 他要努力的把少数民族控制在很低量 所以他的移民数绝对不会多 把你当作是低阶的劳动力的补充 因为他总共才三千多万人 我随便放一千万人进来 那还得了 白澳政策 美国呢 川普为什么现在激起美国社会 非常大的动荡 因为川普的那种的白人的优越主义 之所以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大爆发 就是因为美国的少数族裔呢 成长的速度太快了 现在已经占到美国人口的占比的三成 三成多 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 白人会觉得说 我们很可能因为每个每个每个民族的 每个民族的出生的比例不一样 白人的生育率呢 如果比较低一点 少数族裔的成长就更快 白人会不会成为少数族裔 白人如果成为少数族裔之后 白人呢 对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土地上面的控制力量 就可能会被大幅的稀释被取代 那种的不安全感是你无法想象的 因此 那种的隐含着白美政策 尽量让美国继续呢 维持着白人在掌控的这种的白美政策 白澳政策 白加政策 白纽政策 这种的政策都在告诉你就是说 这些的国家这么少的人 占有了这么多的土地 使用了这么多的资源 但是又很担心了自己会在这些土地上面呢 失去掌控力量 所有的动荡的根源 其实都在这一点上面 但是大家都没有人想过就是说 我们应该去彻彻底底的去检视 这些在大航海大殖民 大的这种的暴力帝国呢 所形成的今天地球上面的 既存的政治板块的这种的分配的形式 资源的分配形式 背后当中是不公不义的 没有人敢去反省这一点了 因为今天这些的国家都还太强大了 可是当你作为中国人 你真的如果要发展出一个比较公平正义的论述的时候 国际的全球的转型正义 全球的土地经济的财富资源的重新分配跟在历史上面呢 经过很仔细的转型正义的检讨筛选之后 才能够认可的既有的地球上面的 现存的政治秩序跟资源的分配的权益 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 地球上面的动荡是不会停止的 所以你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呢 在美国社会当中的黑白的种族冲突 那是很表面的 今天冲着川普来 方向是对的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根本解决问题 根本的问题在于那种白澳政策 所扩大出来的那种白美白家白纽白英白什么 我很担心现在逐渐强大的亚洲 或者说呢其他的这些呢 这些地方的少少数族群 他们的力量壮大了之后 会压迫到我的既得利益 那是一个既得利益的对抗 白人的反抗 白人经过各种包装之后的论述 只是要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已 这样的一种的全球的国际化的 全球的转型正义的检讨 到目前为止我连听都没有人听过 但是大家可以想想看 当做周末的功课吧 周末快乐 下回见 拜拜